大家好 这门课是和各位分享 如何用wordpress和newspaper主题 做新闻资讯类的网站 这节课是课程介绍 这门课程是我们的第13门wordpress课程了 同时它也是第4门wordpress主题的课程 之前的课程有Avada、BSIM和RT18主题 这三个wordpress主题是用来做企业网站和产品展示类的网站的 那么这个newspaper主题它的定位是新闻资讯类网站 newspaper是一款国外的wordpress主题 用这款主题做的网站 它的界面风格和我们国内那种传统的新闻资讯类网站不太一样 它不是一个路数 如果喜欢国内资讯类网站的那种风格 建议还是使用国内的wordpress主题 或者是干脆不用wordpress 用国内的其他CMS系统做网站 有很多 这款国外的wordpress主题 它的风格是偏向于国外的资讯新闻类的网站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它来做国内的资讯网站 只不过风格不太一样 我自己的网站achair.cn 用的就是这个newspaper主题 除了自己的博客网站 我还用这款主题做过几个网站项目 有一个是学校的网站 还有一个是体育赛事的网站 这些网站有一个共同特点 它都是以信息发布为主的网站 它不是一个常规的那种企业网站的框架 什么是企业网站的框架呢 就是在网站的主导行上 它会有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产品展示 案例展示等等 那些企业宣传为主的 其实用newspaper这款主题也可以做页面 但是如果用它来做企业网站 我感觉有点太勉强了 因为newspaper这款主题 它的核心是资讯 也就是文章为主 大家在使用这款主题做网站之前 一定先想好 要给自己想做的那个网站 给它做个定位 是不是以资讯为主 简单的说 就是这个网站是不是 全是文章和文章分类 像关于我们产品展示之类的页面 很少或者是几乎没有 如果明确了 是资讯类网站 那么newspaper这款主题 还是比较适合的 我用这款主题的时间也不算短了 好像是从newspaper4的时候就用它 那时候应该是2015年5月份 到现在也4年多了 现在newspaper最新版本是9 估计很快就会迎来第10个版本 这几年一路走来 不管是newspaper的主题使用 还是内容发布 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 这门课我也准备很久了 本来想写个教程大纲 做个思维导图什么的 可是每次拿起笔来 却不知道写什么 可能是想说的内容太多了 而且错综复杂 所以这门课 我准备先把课程内容先做起来 不设置节课时间 课程内容主要是讲述 如何用newspaper这款主题 做一个中文资讯类网站 也就是信息类的网站 会讲述newspaper主题的主要使用方法 但不会面面俱到 不会把每个细节 每个按钮怎么调都讲到 用wordpress主题做网站 它有个特点 入门特别简单 上手容易 但是每款主题 它都有一套自己的操作逻辑 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要遵循开发者设计好的那套逻辑 有些地方我们能改 有些地方开发者没有设置接口 我们就改不了 即便看上去是那么理所应当 可以改的地方 如果后台没有设置开关 也是不能改的 课程介绍的内容就说这么多 剩下的在课程里再讲 那么这节课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课见 感谢观看